现在地球人都知道 美国正处于几十年来最敏感的时刻 首都华盛顿已进入了紧急状态 一万多国民警卫队士兵紧急出动 但数与近而分不止 美国刚刚又发生了无间大事 有闹剧还在继续 但也有新的戏剧性转正 我认为很微妙 真的很微妙 第一件事 特朗普终于露面了 还撂下了一句狠话 国会商陷入后 特朗普一直在折服 最心爱的推特账号被永久性分尽了 他也失去了发生的平台 一月十二日 他终于露面了 与外界想象的 他会反省不同 特朗普就是特朗普 他一出场又是斗志安阳 更痛慢对他的弹劾可笑至极 特朗普是这样说的 这是历史上最大的猎物行动的继续 他引起了巨大的愤怒 这对美国来说非常危险 尤其是在这个非常脆弱的时刻 我不想要暴力 至于一月六日 他鼓动支持着围攻国会 特朗普也辩论称 人们认为我说的话完全合适 他还指着推特等社交网络 分进了他的账号 这是灾难性错误 特朗普什么意思呢 一是我说的很正确 对暴动不承担任何的责任 二是你们弹劾我 那将引发民众的愤怒 三是继续这样做 对美国来说非常危险 果然屈服不是特朗普的个性 特朗普要反击了 那就等待新的暴风咒语吧 第二件事 弹劾在家属出现了转折点 弹劾在于时间晒跑 毕竟一月二十日 特朗普就要下台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特朗普将再次的载入史彻 美国历史上 唯一一位遭到两次弹劾的总统 而且特朗普面临的是 煽动叛乱指控 现在是弹劾 但这一罪行 以后还可以判十年有期徒刑 会成功吗 众议院一月十三日表决 肯定会通过 关键是参议院 参议院目前还是共和党 掌握 共和党必须与特朗普切割 最新的一个转折点 共和党参议院领袖 麦康奈尔表态了 特朗普确实犯了罪 乐见民主党弹劾 麦康奈尔是赵小兰的丈夫 一直是特朗普的盟友 但国会山被攻陷后 赵小兰立刻持去了交通部长职务 并对特朗普煽动暴力 表示愤怒 现在胆内的大佬要跟特朗普切割了 那就更有好戏看了 为什么麦康奈尔突然的转变 不排除是特朗普最心狠话 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三件事 围剿特朗普 金主开始切割了 之前已经说过 特朗普现在是 人还在 枪杆子被剿了 笔杆子被凸了 钱袋子被封了 他虽然还是美国总统 山军总司令 但军方已经藏起了核按钮 他最心爱的推特账号 被拥救的封禁 华尔街也义无反护地同他切割 但最新最震撼的一个消息 是德国最大银行 德意志银行宣布 未来与特朗普一刀两断 不再和特朗普集团 其特朗普本能有任何的业务往来 除了监督特朗普 偿还三亿多美元债务之外 过去特朗普极度破产 在人生的至暗时刻 德意志银行 是唯一给特朗普提供贷款的银行 现在连老朋友也割了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 没有金融再大的公司都会垮台 过去四年 特朗普应用最娴熟的政策之一 就是金融制裁 包括对伊朗全方位的制裁 但他应该就万万没想到 这个林东 美国制裁最狠的对象 不是伊朗 而是他自己 第四点是 国会商再传来坏消息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当时议员们紧急疏伤 都躲在了一个密闭的安全房间 现在已至少赞成了三名的美国议员确诊 其中一名确诊的议员施奈德控诉 上周山再惊险躲过在美国总统山洞下 袭击国会大厦及大厦内人员的报名之后 国被迫在一处安全但封闭的地点 与其他几十名国会议员待了几个小时 房间里的几名共和党议员顽固地拒绝戴口罩 甚至不顾同事们的礼貌请求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戴口罩 所以结果悲剧了 这还是一个房间里的议员 要知道 当天那么多美国人冲击国会 他们中很多都没戴口罩 距离更加近 可想而知 这会带来的严重后果 第五件事 蓬佩奥被拒了 一大早看到这个新闻就笑了 蓬佩奥估计也没想到 谈谈美国国务卿竟有这么一天 美国国务院之前还特意地澄清 蓬佩奥不会访问台湾 他最后一次海外访问会去欧洲 去欧洲干什么 不出意外的话 继续推销他有关中国的谎言 哪知道 人算不如天算 欧洲拒绝接待 蓬佩奥原来打算去欧洲两个地方 一个是卢生堡 另一个是布鲁塞尔 卢生堡本来同意了 但后来态度很明确 不会给你安排任何会见 好歹也是美国国务卿 那去卢生堡发呆嘛 然后是布鲁塞尔 蓬佩奥还想和比利时外相会面 去北约秘书长家里晚餐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欧盟拒绝安排任何会面 北约也没有任何公开的活动 布鲁塞尔也去不成了 那么怎么办 美国最后宣布 现在政权交接工作太繁满 国务院所有重要出访都取消 包括蓬佩奥对欧洲的访问 竟然是这个理由 原来还想着挑衅中国访问中国台湾 也顺水推舟一并取消了 这不过是我早补一下美国面子 其实最根本的是 欧洲再不想看到蓬佩奥了 怎么样 大使还有很多 但就这五件大使 美国政坛精彩吧 绝对是比纸牌屋更纸牌屋 再有创意的好莱坞编剧 肯定都写不出这样的大戏来 大戏还在上演 特朗普还在抗争 想让特朗普屈服美门 民主党继续围剿 不趁热打铁就太怂包了 普尔街全面割席 但欠债你是必须还的 欧盟也终于硬起起来 这样的美国国务卿 再见了再也不见 但这一系列事件之后 这是美国的悲剧 看了最新的数据 美国确诊已超2275万 从特朗普非常危险的警告 到华盛顿进入紧急状态 再到拜登我不害怕的誓言 新的暴风咒语正在来临 什么是内卷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超级大国的内卷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 美国仍旧很强大 但美国们破灭了 曾经的世界灯塔 现在成了世界笑话 历史并没有终结 终结的是美国神话 我们正在见证一场 影响深远的 化时代的转变 不仅仅是地缘政治上的 还有人们心理世界的 不寻常的2021年 就这样开场了 感谢观看